那我們都知道這次的夏季聯賽是創造性的邀請了兩者來自寶島台灣的球隊 那其實對於大陸的CBA球隊來說 和台灣球隊交手的機會應該也是很難得的 在你看來你在兩個地區不同的聯賽都打過球 怎麼看待台灣籃球和大陸籃球之間的一種風格上的差異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在哪裡 我覺得是整體性吧 在這裡就是規模也非常的職業化 然後相對來講這邊的就是身體素質啊各方面的條件啊 就是都非常的好 然後對於就是台灣的這一塊 我覺得他們就可能在這一塊因為有身高的不足嘛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在一些技術層面啊 基本動作就是都會練得比較紮實一點 就是可能打一些比較屬於就是船接切船 就是個人的東西會比較少 就團隊的意識會比較多一點 對 其實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想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之前那一段時間 有一支來自這個寶島台灣的中學能人家商 和大陸最頂尖的中學北京四中之間有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北京四中在身體上在身高上都是完全佔不優勢 但最終呢還是以明顯的一個劣勢輸掉了比賽 那在你看來因為你也是從這個體系裡成長出來的球員 是不是這也是真正的這個寶島台灣的籃球的優勢所在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在以身高不是佔那麼大的優勢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就是要以防守跟轉換快攻來體現我們就是個子矮的一些不足 然後導致因為我們的跑動跟流動會就比較多 可能也是比較會浩劫 對所以在這一塊其實在很基礎的情況下 在這些訓練方面都是訓練的非常的多 不管是體能上面或是說教練所要給你執行的防守 進攻然後投籃或一些基本動作 這些都是很要求 然後很就是希望球員可以達到就是一定的標準這樣子 那在選台上是不是因為台灣的人口基礎相對於大陸來說 比較少選台就是會放更寬 比如說一些小個子也會得到這種機會 對基本上只要你有能力有特點 再來就是你有沒有這個成分吧 我覺得教練其實在選台這一塊 其實教練看球員的這一塊其實都是 會看的就是更長遠不是看就是短處 對我覺得教練都會喜歡看這球員是不是到一個景 會不會未來性會不會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些階段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再聊回這個上個賽季球隊的一個表現 其實你剛才說打出很出色的一個發揮是和年輕人的成長 是分不開的 除此之外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支球隊整個的自信心 整個的球隊文化也有一個不斷的突變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從教練 然後畢竟我在廣西亞待了很長時間嘛 廣西亞一直以來都是不變 就是培養自己球隊的培養自己的青年隊到儀隊上來 我覺得在這一塊我一直都看在眼裡面 這一塊其實帶我接觸 因為畢竟我跟他們這幾年年輕的 其實年紀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跟他們相處我覺得他們就是很努力 然後有些問題他們也會去提 然後教練就是給的東西他們也願意去接受 然後我覺得作為球員啊 不管你是遇到什麼教練 你做好就是你是球員的角色 因為你教練跟你指引東西 你可以去跟教練溝通 可是不能以太多的一些質疑的方向 因為在一些教練也會去抓他自己的問題 球員自己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訓練 然後怎麼樣去做好你自己 然後去融入這個球隊 我覺得這一塊很重要 所以我們球隊就是在這一塊 就是大家都是很努力打在一起 然後也很努力去想要去為這個球隊 去創造一些更好的佳績這樣 那總決賽上其實有一些遺憾 咱們是被橫掃最終遺憾輸掉了比賽 其實也看到了和遼寧這樣頂級 強隊之間的一個差距 我記得你在之後的那個清空夜上也講過 明年的目標依然會向著冠軍去努力 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標 你覺得還在哪些方面上 需要去進一步的提升和強化 確實我們在跟鳥林打的這一塊 確實我們還是有一定的落差了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在一起打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也打了好幾次總決賽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是我們一直要去學習的地方 雖然可能上一季是很可惜 下一季當然是要以從總決賽這個方向來去努力 因為走到已經跨過這一坎了 當然希望可以再往上走到頂峰 我覺得在我們球隊的需要 就是要更足的就是信心 面對就是面對困難或面對一些方式的話 我覺得不管對手是如何強大 我覺得在跟對手的競爭要很強烈 因為我覺得進軍運動就是這樣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競爭 你就沒有很好的就是越變你自己 對 那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作為一個老將 明年你的年齡又增長 所以可能在這支球隊的角色 或作用又會發生一些變化 那自己有對這樣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個怎麼樣的打算或計畫 其實在這些角色變化 其實自己都有去就是考慮 對我覺得在這些方向 畢竟到一個年紀原本就是角色 當然會去做很多的變化 那你作為老將你要擺正你自己的心態 該是你怎麼教練該怎麼用你 那你要怎麼去發揮你老將的一些特點跟價值 怎麼去帶領這些年輕人在槍上 不管我是在場下 怎麼樣去激勵就是自己年輕隊員會場上的隊友 我覺得現在的角色不像可能像就是你變成就是說 我前幾年你一個是 就是工程拔寨的 對啊 一類的這種角色 對所以會去把自己的角色就是設定的好 然後把自己就是不會去考慮那麼多啦 我覺得就是以簡單的想法就是說 上了球場就是努力去做好你自己能做的事情 然後幫助球隊這樣子 好 感謝志杰 也請你這次比賽